电脑版简易文字片 导入影片 选择左上角文本 新建文本 收藏 为之前设定收藏 可将常用花字格式收藏 选择默认文本 已输入文字 点击后 主画面会出现文字框 右边可以进行文字编辑 在编辑轨道上 也会出现文字框 输入你需要的文字 下方可选择字体 一个人喜好选择 拖拉文字框可进行缩放 或是右边缩放也可以调整 点选颜色 可以选择文字颜色 不透明度 可以设定字体透视度 旋转可以让文字产生360度变化 坐标就是关键证作用 可设定一点到B点的路径变化等等 我在字轨开头设定一关键证 结尾打上B关键证 编辑轨直接在B点调整文字框位置 播放就得到移动字幕 在结尾的地方都会有一个点印抖音 这样的一个结尾 那这个结尾可以设定文字样式 文字描边 描边颜色 描边粗细 边框颜色 边框的不透明度 也可以设置边框内文字阴影 排列 可以设置文字走向上下左右单排双排 文字间距及字根字的距离 数字越大距离越远 行间距不同行之间的距离 对齐就是字的走向 可以左右 也可以上下 气泡就是字体外面泡泡图形 花字 台湾一般讲综艺字 集字体的花样变化 选择很多 依喜好挑选 再来动画 入场字体进入画面 出场字体离开画面 循环就是一直动一直动 朗读像我现在这样给你听 自动上字幕功能也是在文本里面 可以将影片内的中文自动上字幕 以上就是电脑版剪映文文的内容 并且有关于 如果真的需要